欢迎老妹 今儿是谁要来的 今天是我带她来参加这个节目的 要干嘛 其实我们俩之间的主要矛盾是 她在生活中 大大小的事情都喜欢管着我 我感觉她作为一个女孩子 没有女生温柔的一面 反而太过于强势 她怎么个强势法 像生活中的小事的话 每天我上班回来也好 从外面玩回来也好 她总是要翻我的微信 翻我的通话记录 还有短信把我手机翻个帖子 抵抄天 甚至有时候她会去和我朋友 试探性地聊天 问我每天做到什么 她就属于那种 在家其实就是母老虎那种类型 她这种对于我的不信任 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愿意管着你吗 要不是你整天出去 跟别的女孩子 看电影玩之类的 你以为我愿意管着你 我和什么女孩子出去干嘛 没有吗 就有一次我们俩就出去吃饭 我吃完饭我就回宿舍了呀 回了之后你是在外面的 我室友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说 然后怎么看见你男朋友 跟别的女孩子在外面勾肩大背的 你是有看见那女孩子 她是我妹妹 我身边的朋友都认识我妹妹啊 和她看那个电影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去看呢 不是 什么妹妹啊 就是我的表妹 就因为那次之后 我开始查她的是吧 她总是跟别的女孩子 就是在微信上嘛 我不是看了她的微信吗 就跟好多女的就那里聊 暧昧的那种话语啊 我没有聊得像你说的那么暧昧好不好 就是很正常人际交往 而且主持人我跟你讲 她不仅在生活中这样管着我 在学习中也是一样 大三大年 我们学校要求每人包一门选修课 本来我和我的朋友商店好 是准备去报环境保护的选修课 但是她呢 她报的是健美操课程 然后她就偷偷登录我账号 帮我包的那门课程 已经无法更改了 我只能跟着她一块去学健美操啊 健美操又怎么了 那你陪我学健美操这么难吗 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一个大老爷们会 学的这儿也挺好的呀 我一个大老爷们会 几十个女孩子 在一个行李试上课 你觉得合适吗 那又怎么了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什么好羞涩的 我觉得一般男孩子 都不会想上这种课程的 而且这不是我的兴趣 上没上 上了 最后还是 上了还矫情什么呀真是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 在外面玩的时候 也从来没给过我面子 有一次我带着她 和我室友愉快去逛街 我和我的朋友呢 本来在前面说得挺好的 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他在后面突然就对我哄了一句 你赶紧给我过来 我鞋带掉了 赶紧给我记一下 我是这个语气吗 你不是这个语气是什么 我也没对你发脾气 我只是很严肃地 跟你说了一句话而已 你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 我鞋带开了 你怎么还不过来跟我记 就这样子 然后你干嘛了 我当时觉得 我跟我朋友在 我跟我好哥们 在前面聊得挺好的 他这样说好像 就是那种命令式的语气 好像我是他的仆人 不是他的男朋友 我只是让你给我 记个鞋来拿个东西 这不应该是 男朋友该做的吗 记没记 我之后还是记了 不是记了吗 记了你还说什么呀 我就觉得他这种语气 让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感觉我在他心目中 或许根本就不是 男朋友的那种地位 那是什么地位啊 那就是可以随便使唤 他想让我做什么做什么 比如说今天晚上去吃什么 他如果我说的 和他说的不一样 他就会开始和我发脾气 出去约会不应该是 女方该选的吗 但是我从来就没选过一次 两年多了 我一直跟着你的口味 你吃什么 我也吃什么 你想去哪里逛街 我就去哪里逛街 你永远只去卖女生衣服的地方 那我没有给你买过吗 你给我买的什么 你给我买的都在淘宝上买的 我自己有逛街的权利吗 你今天怎么突然有勇气 在两年之后爆发了呢 有点像反攻的意思 说说说 我觉得我实在忍受他太久了 他这个脾气 如果不敢 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远 这么严重了 对 你们俩现在工作了吗 还是在读书实习阶段呢 工作了 我做的是销售的工作 都在当地啊 湖南当地是吗 对 挺好的吗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下一步的话 我们如果今天能够 把感情挽回好一点 让我们感情和好一点的话 我们会继续在一起